来看加拿大一个导演 他将无线摄影机装进他的一眼里头 拍下他所看到的世界 科幻电影《魔鬼终结者》里 阿诺什瓦辛格饰演的生化机器人 眼睛就是红外线摄影机 现在这项科技再也不是电影特效了 这个加拿大男人的眼珠 竟然也会发出红光 但他可不是机器人 就在多伦多的史班森是个纪录片导演 五年前因为射击意外失去了右眼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自己变身成货真价实的生化人 就像是戴隐形眼镜一样 把生化眼装进眼眶里 装有3.2立方公里的微型 无线摄影机的一眼 就能拍摄记录下史班森看到的一切 现在他还要把生化眼拍下的影像 变成一部纪录片 意想天开就是科技不断推成初心的起源 史班森运言 未来生化科技会大幅进步 让人类宁可切除掉 好好的器官或部位 动手术升等成更高性能的超人类 中天新闻综合不到